搬家入住以後 你最怕什麼 住進去以後 住不到三個月物況變差 對 惡靈出沒 嚇死了 惡靈 不是惡靈喔 惡靈喔 惡靈就怕惡靈 來 還是逼來 惡靈也夠 來 請舉牌 好 我跟你講 租屋的時候遇到惡靈 比遇到鬼還恐怖 真的 那時候如果去租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整棟都是 老人家 很安靜 他還會偶爾幫你倒垃圾 還會怎麼知道 還會有親切感 才沒有 老人家什麼 老人家好 但是孫子壞啊 蹦蹦跳跳 然後就是那種 遇到什麼孫子 吸毒的 天啊 我們是舊公寓 所以整棟公寓 都是同一個管線 那有抽菸的都聞得到 根本不要講那麼多 然後那時候我就心心想說 天啊 到底要忍到什麼時候 最後我真的沒辦法 壓根最後一根 倒垃圾 他就是 吸毒吸鏘了 拿出一個小的瓦斯桶 在我們一樓的大廳 說要引爆 太恐怖了 他就說 你們這些人 全部都給我去死 我講說 天啊 這個一定要慎重對待 對 趕快走 他說要去死的時候 我就想說明天就搬家了 對啊 真的就連就 這賣蓋鋪 等一下炸下去不得了 對 炸下去不得了 日本鄰居常常嫌棄我們 臭又吵 然後 有空就來敲門 然後有時候直接衝進家裡 然後鬧得整棟到樓的人都知道 後來大家都覺得這個人有問題了 還衝進家裡 衝進去 衝進來 OK 因為一般來講 日本人不敢這樣子衝進去 人家的家裡 不會的 惡靈算很恐怖 但是我覺得住進去房子 突然屋況變差也很衰 因為我那時候是 比如說好 我們去看房子 你不可能適用那個熱水器 因為那個是瓦斯桶 結果我第一天晚上洗澡的時候 我光調水調了一個小時 調到我感冒 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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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跑出去調 然後還這樣很冷 對 又很冷 然後又很熱 然後一下又會灼傷 然後我隔天就去看醫生 對 然後後來還去換瓦斯桶 又幹嘛的 然後後來又發現說 晚上的時候 雖然白天燈光還可以 但是晚上 電燈好像家裡面就暗暗的 有點恐怖 恐怖 然後後來就請電燈光來看 發現它的電燈是內砍的 然後裡面基本上都壞掉 只剩下幾盞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是內砍的 我看不到 所以我跟房東反應 房東就說 那時候你 簽約的時候沒有反應 那這個燈你要自己付錢 好不願意 它裡面那個燈死幾盞 很貴 對啊 所以我後來就搬家了 因為超多問題 我自己覺得惡靈區比較嚴重 因為其實我之前住了一個地方 然後呢 因為我們自己住 我們家比較少人來 所以我的門簾是直接就是 把那個門牌蓋住 結果有一天我們對面的鄰居 過來就蹦蹦蹦 他也不按電鈴喔 突然電到蹦蹦我就嚇一跳 門打開 他就請問什麼事情嗎 因為平常也沒有再來往 他就說 你那個 然後你們每次叫那個 都來按我們家 我們一層有四戶 然後外送按 每次都按那一家 我覺得有點誇張 因為沒有 就是我們沒有這樣的訊息 因為我沒有反應到 跟我講說 你們不好找什麼 但是我可能有按錯一次 兩次 那我就說不好意思 他說那你把那個春蓮拆掉 我說好 那我 春蓮 蓋住門牌 對 那門牌在那邊挖一個洞就好了 對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先生回來再處理 結果呢 後來我們 出門他直接撕掉 我在出門的時候 他直接把我撕掉 其實當下我可以報警 因為就算私人財務 我想說好了 算了 就是我還住在這裡 我忍下來 結果後來 大概隔一兩個月之後呢 我朋友來家裡面 我們帶 那時候還只有大寶 我帶大寶我們出去散步 推車出去 好 門打開 門鎖上 然後我老公在裡面 他都說要做音樂 我們出去一個小時後回來 我開鎖的時候 奇怪 這個鎖 壞了 你就覺得怪 然後想說 這房子也久了 是不是年久失修 後來我就覺得 不對啊 年久失修應該一開始 就會鬆鬆的 可是我出門的前一個小時 我還印象中這個鎖是好的 後來呢 我就找了鎖這樣來換鎖 我有影片 被破壞吧 對 對 如果是年久失修就不會這樣子 他就是這樣 那是被破壞的 被敲壞 被敲 敲過 對 這是 你以前就用這個 這是那個修 然後這樣就是 就是有 破壞啊 你看這些都是痕跡嗎 對 真的假的 這些都是痕跡嗎 對 有那個敲的那個 好扯喔 對 有病耶 那如果說 這有病耶 有人在弄你家的痕跡 你家沒人聽 對啊 你家不知道 我老公在裡面做音樂嘛 那你想幫人搭訕 如果說 如果說是小偷的話 聽到裡面有聲音 那個噶噶噶噶的 一定沒有人 你不敢去弄 那這個是誰 因為那個住戶 也跟整張大樓 有一些有關 那我就跟主委反應 那我跟主委講 前面的春年事件 跟這個事件 那主委就跟我講說 那這也有可能是小偷 主委你硬要這樣講 OK 那我說那起碼 請你貼一個公告 因為我已經報警了 請你出個公告 就是說 適逢年節 然後幾樓的住戶 他們就是有住戶的門所 被破壞 所以呢 該住戶已報警 請大家注意自己的 判有蕭小 我覺得這很合理吧 因為如果真的是 你把他歸類為小偷 互相寫謝了 我們的主委 他超怕事 我們的主委跟我講說 不好意思 我也是住戶 你沒有必要這樣對號入座 我說我沒有對號入座 因為如果說 今天真的是蕭小 你也應該寫出來吧 對不對 警告大家 他就說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不是蕭小 還是你們跟鄰居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們管理委員會 沒有辦法幫你出 那你也不要為難我 我也是住戶 如果他們來找我 我怎麼辦 這種就是老住戶 其實你們在租房子 老社區裡面都會有一些 老住戶 簡稱 他們可能在拜訪 就在了 所以你住進去 住進去有很多問題 管理... 你跟管理員反應沒有用 因為管理委員會是 那個管理委員會請的 所以他們一定會巴著他 對 起床就是要拜 你不會拜 你不會拜 你會出門 沒有 你怎麼都會拜 你的部署啦 你就是準備三生四股 對 有機會啦 時間到了 三個家門前擺著 該出一分鐘 沒有 我們看了ASB 搬家入座後 你最怕哪種事發生 聽聽QOL怎麼說 這題的話我一定是選B 因為我之前的鄰居他就是這樣 他好像是一個 然後我剛搬過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在門口抽眼 但是我也沒有太在意 我想說 反正也不會對我造成什麼影響 結果 我隔一兩天出門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家門口 全部都是燕地耶 他不丟在自己家 然後就丟在我家門口耶 但是因為他又長得很兇神惡煞 我就不敢去找他的理論 我就只好偷偷跟房東說 所以那個叔叔好像 過不久就搬走了 結果還好還好 所以我覺得遇到惡靈 還是滿恐怖的 今天這個答案我選是B 因為我住的房子是新樓盤 進來的時候旁邊跟樓下是沒有人的 現在我知道旁邊有多麼的保障 旁邊會慢醉 大晚上的時候會拍門 重點樓下還有兩夫婆 這是一些不可描述 我也聽得一清二楚 到哪一個步驟了 我也知道你知道嗎 然後最後有一個爛招 我當回我歌手本身 我唸歌 根據調查 多數QL投給了B 惡靈出沒 嚇死人 得票比例78% 你覺得正常嗎 別吵他 他就是紐約回來的那個吧 對... 他比較像紐約回來的 紐約回來的那個 是他嗎... 好 來 大部分比較怕惡靈 選A的比較少 請噴 大部分 大部分 所以各位 古人講的一句話 真的是有他的道理 這個叫做 千金買屋 萬金買靈 對 鄰居的相處是很重要的 因為什麼遠親不如什麼 親靈 對不對 要不然就是自己更加努力 精進賣那種沒有鄰居的房子 對 那陳玉霖 好聽耶 沈玉霖 什麼時候賣房子 一定會公告 好 謝謝 他今天還滿有鄰居的 比較有信權感 真的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